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只有那些浑身散发着牛奶清香的清新小肉体被空头在残酷的战场上摧残的时候才能瞬间让我们大拍一把狗腿 这美男虐的真是深得我心啊 像《彼岸1945》里的周渔民 他就看穿抗美界最典肺的英雄 被日军从台湾强征到内地打仗的他 一心想闪人 逃走被抓 再逃再被抓 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被虐 为了买一张回家的票呀 从十几里他被枪折两次 被扑到N次 装死了两次 绝食一次 被特小捅了一刀 期间飙雪无数啊 终于在开外挂的情况下插队买票成功 我说 所以这部剧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只要拿出春运抢票的死磕精神 别说鬼子了 世界上任何妖魔鬼怪都能被你抱成一堆杀杂 其次 每一个成功的抗战英雄背后 都有一打奇葩的鬼子 其中冷风暴里 就有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日军将领 顾名思义的为自己取名为 最风源 而剧中的反派大boss之一 抹住上海的日军大佐 竟然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女子啊 后来我才发现 这部剧里最考验大家耐受力的反派 其实是一位龙浩帝 最后没在第二集中 就以日本军官身份出现的龙浩哥 在被注意的暗杀之后 一口气又活了过来 刚以帮派小弟的身份出现 换套衣服又到军统里抢戏了 反正就是一直变着法子和主角过不去啊 前前后后死了大概有 十几次 而且每次的死吧还不再重样的 有横着死 竖着死 躺着死 滚着死 挂着死 还有飞出去死 死了活 活了死 死了再活 这个百折不挠的劲儿 恐怕连24小时死5次的TVB老戏骨 罗勒林都要干拜下风呀 不过对于我们的大惊小怪 人家剧组的负责人已经说了 这位龙套弟的横空出世 不是因为剧组穷的接不开锅了 要资源循环利用 而是看到这个群眼 特别的认真 有一颗上进的心 所以想多给他一点锻炼的机会 让他多死几次 另外 看着英雄们在战场上 自然都要拿得出手的秘密武器 像战棋里的甜点歌王雷 平时爱嚼口香糖 去不去泡泡也就算了 还爱自制加大加厚版的 超级奥密奥炸弹炸飞鬼 上阵炮火前进里 连吴奇隆的战友 都被升级到了神级战斗里 剧中描述这位神枪手阿福的说法是 八百里开外 一枪赶掉鬼子的自强手 一米一等于500米 八百里也就等于400千米 一般人百步穿羊就算个高手 但你听说过 有谁能一枪射出去 射八百里远的吗 压在南京看一枪的话 都可以直接避掉在上海外餐 喝咖啡的鬼子了呀 最后总结一句 看过这一溜雷出水平 雷出风格的不同版本看的剧 很想请我们的国产电视编剧们 放过这帮英雄吧 你们厌烦了塑造高大全的心理 我们是深深的理解 但希望你们再给这些英雄们 撒狗嘴的同时 下手起码能轻一点 打人起码不打脸嘛 中天一宽淡 看六万小时互动电视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看看花港关于 和广东电信ITV 联手打造的 ITV电视剧排行榜 ITV电视新看法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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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